经历了昨天输给沙特国庆队之后,中国又19国庆队一看的两年败出局,接下来和马来西亚的比赛成为了荣誉之战。 中国国庆需要做的就是争取进球,然后拿下比赛的胜利,这次的国庆确实很遗憾,他们作为90后球员最后参加的一届亚青赛,遗憾的一个球员没有打进就出局了,而且每场比赛都输0比1的输球都让人感到遗憾。 当然现在已经成为了实现,中国国庆想要参加世青赛,只能寄希望于00后了,国庆遗憾无缘出现之后对内的希望之心陶强龙接受采访,的时候澄清了自己没有收到曼联的邀约。 这件事情是因为之前彭美国微博,众谈到的曼联看中了我们的国庆小将陶强龙,想要将他引进的青年队。 不过但是彭美国的言论,就有点质疑的感觉,很显然他也是看到了这样的消息,而现在陶强龙自己也回应了曼联没有和自己联系。 当然要是有的话自己也会认真考虑的,陶强龙还表示如果时机成熟了自己也还是要去五大联赛闯一闯,自己的偶像是没喜。 如果可以去到巴赛罗那踢球,那也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需要说的是陶强龙才16岁现在就已经是国庆队的主力。 在昨天面对沙特队的比赛中,他也是中国队数不多发挥出色的球员之一,因为他的归属问题。 北京国安和河北华夏幸福还存在过正义,甚至还找过仲裁,可见大家对于陶强龙还是相当的认为,他也是目前国庆的核心。 下一届的亚青赛,他还是可以参加的,毕竟亚青赛是两年一届的。 据我们所知,很多俱乐部为了得到一个,有天赋的足球苗子往往付出千万也不信,或者还给孩子的教练或者是孩子的父母。 在这我们中国足球也不少发生,毕竟中国本土年轻有天赋的球员确实不多,还有还有从海外引进我们的本土球员这样的事情。 谁都知道在海外效力哪怕是跟着别的球的训练水平,会比在国内要高一些。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足球孩子可以和陶强龙一样抱着出国学习的态度,这样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才是最好的。